闪亮登场 全新Chef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残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frolet Cruise 红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国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欢迎回到5点进入4分的活着暗点 今天活着暗点的广东话访问环节 会和大家探讨一下理财的问题 理财其实都有分很多种 我们今天主要会讲一下老人金福利 和加拿大的退休根计划 今天请到上来的嘉宾 如果有留意财经节目的话 都应该会认识他 他就是谢伟恒先生 他是认识理财集团的总裁 欢迎谢Sir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小薇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实谢Sir在白亡之中 都抽空来我们下午这个活着暗点的节目 因为他平时早上 逢星期一 都会上去财经360 接受各位观众的提问 今天多谢你特意照顾我们的活着暗点的观众 今天我们讲的题目 会有关加拿大的退休金计划和老人金计划 其实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和他们的分别是什么呢 现在请谢Sir讲解一下 好 其实你说老人金 叫做OH security 老人金为什么和CPP有分别呢 就是因为有一个要自己的供款 有一个是政府给的 先讲一下吧Rudy 很简单就是说 如果我们讲的CPP 就是Canada Pension Plan 你要自己供的 就是你不给钱就没得拿 但反而另一个叫OH security 就是叫老人金 或者叫老人福利金 就不用的 如果你符合资格的就有了 所以两者就有一个叫自己要给钱 一个就是政府完全供给你 那就是说如果老人金的话 只要你到一个税数 你会有资格拿的 是 没错 其实很简单 有很多人都问 究竟多少人才能拿 多少年才能拿到 或者要有什么资格 其实有三个条件 第一 一定要够年龄 你这么年轻 现在是讲老人金的 没错 老人金 你这么年轻就没得拿着 要等了 最基本就是要65岁 65岁就可以有最基本的资格 但不是每一个65岁都可以的 要等一等就是说 你一定要来过加拿大住满十年 就是比较基本一点 住满十年 第三 一定是居民或者公民 就是这三个条件符合了 最基本的条件符合了 就可以拿到老人福利了 是的 即是说 如果家庭观众 或者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在加拿大住满十年 是的 65岁以上 你是公民或者居民 就有资格可以拿到老人金 是的 但它通常 这些我们叫大致上 还有很多细节 譬如说 有没有离开过加拿大 途中 或者够不够 之间有多少离离去去 还有可以拿多少钱 也有很明显的方法去做 只不过大致上 如果你来够十年 你已经有资格 就可以问申请 去政府提出这种老人福利 其实老人金的概念很简单 就像香港的生果金 被年长的长者享用 至于退休金计划又是怎样的 退休金很简单 就是每一个人 就一定指定 如果有工作做 就要自己去供款 这些供款其实是你的钱 你给了下去 你的雇主也要同步 跟你去match 即是一对一 你放一元下去 你的雇主也要放一元 占不一两元 这种福利 将来就算你六十 其实可以提早一点去拿 不一定是六十五岁 但如果将来退休的时候 你放了钱 就要断定一个金额 就要给你 即是说这个CPP 是我们自己有份工的 基本上可以说是老板 和打工仔一起合力 攻入自己的户口 我想问一下 其实如果你自己是有资产的话 会不会影响你取取CPP的情况 其实资产就没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是你自己的钱 所以CPP 加拿大的退休金 总之你有工的时候 就算你百万富佣 也好 如果加拿大住够 有工的钱 都可以给你 因为是你自己的钱 反而老人金 如果你有收入 可能会影响了 如果电视机前面的你 有任何关于老人金 或者是退休金计划不明的话 又或者再关于报税不明的话 现在都可以立刻拿起电话 打入416-298-8496 亲自问一下姐sir 那姐sir 待会就会透过电话 回答你的问题 好 那继续回到我们的特别 好 我想问一下 其实这些退休金计划 或者是老人金 有没有最多可以赚多少钱 有 其实是一个最高的限额来计 所以如果说是CPP 即加拿大的退休金 最高可以拿到931元 而老人金 最高来说是500元 是每个月 是每个月 每个月900多元 其实是不多的 不算多的 但如果你真的工足了那麽多年 当然有一个formular 如果你真的工足了那麽多年 你拿到900多元 再加老人金500多元 总共是1400元 你想想这1400元 因为个人免税额有1万元 如果是1400元一个月 一年大约是1万多2万元 那大部分都不用打税 其实我想问一下 会不会拿不足钱的呢 譬如如果我每个月 现在交5至900多元税 可能再多一些很高收入的人士 到时他拿退休金的时候 原来每个月最多可以拿900多元 那边商会不会说是他拿不足 他以前自己工足 一定会 有两个情况之下 一他可能做的工作年份不高 也会拿不足 第二 或者来到加拿大的时间 不是太长也拿不足 他就说10年住满 你就可以申请 但不是每个人申请 都可以拿足513元这个数目 很多时候 因为你住的年数不够 其实可能拿一部分 有些人可能拿足513元 有些人可能拿到433元 或者233元 要看你时间来了多长 越长的就越多 通常来计算 如果你真的住满40年 你会拿足 如果住不够40年 你可能只是拿部分 那就要看自己的居留时间是多长 即居留时间都直接影响自己拿的钱 最基本10年就可以申请 但能不能拿足 就看你能住多久 不知道电视机前面的你 有没有问题想打电话 来问一下姐sir 如果有的话 立即拿起电话 拨打416-298-8496 好 我想请教一下姐sir 因为4月30日 就是报税的截止日期 也就是说 不是自雇人士 即是一般的打工仔 都要在4月30日之前报税 其实报税 有没有什么基本的东西 要大家注意一下 有 其实在报税来计 4月30日就一定要 如果你迟过这个报税的日期 就会罚款 大家提提大家 如果你迟过这个 罚款也挺重的 首先就是说 一罚就要罚5% 之后如果你再迟 每一个月就再加1% 即是如果你一年持续一年 就12% 再加5% 总共17% 即跟我们的大耳窿 没什么分别 就是不要太迟去报 其实加拿大的税行 本身已经是重的 所以如果各位观众 再迟报税的话 又要再加罚款 到时一定会怨声再度 又会说自己 为什么不早点交 其实还有一件事 想提醒大家 其实2011年 亦是一个比较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2011年 就是我们叫CPP的改制 CPP的改制 就把以前的定义 改了过来 它的例子 以前 如果你是在工作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拿CPP的 譬如我现在上班 我就不可以拿CPP 但是因为改制 现在就说 准許你工作之余 仍然可以去申请CPP 只要你达到最基本的60岁 有很多人60岁的时候 本人想着60岁 继续要做工 但又说 如果我停工才可以拿到的 不如做多两年 但现在不是了 你可以一路做事 亦都可以一路申请 但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早申请 65岁就是我们叫做基本 即65岁 你会拿足100%的CPP 但如果你提早拿 他就罚你 罚多少呢 罚你差不多是7.2%一年 如果你说我提早五年拿 即是提早五年拿 例如60岁拿 65岁提早五年 60岁拿 其实你是少了34% 其实也挺多的 这个拉多算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 因为以往如果你有工作在身 你是没可能拿到CPP 没错 加拿大退休计划 因为说明退休计划 当然要你退休了才可以拿到这笔钱 不过现在改制之后 其实我也挺赞成 那起码不会变相养懒人 或者鼓励别人不做事 但还有一个方面 如果你说我不需要65岁拿 他会有个额外给你多些 就是我迟些拿什么 他迟些拿就是给你多些 最高他给到就是说 如果我70岁才拿 即是迟了五年才拿 他会给你40% 你本来可以拿100元 如果我到70岁才拿 就变成140元 即是多拿40% 有些朋友就想 我迟拿好还是早拿好 很多人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那大家就要因应自己的财务状况 来衡量一下 到底你何时拿CPP 好了 那现在好像有位观众 已经打了电话进来直播室 好 那我们听一听电话 看看是哪位幸运仪打进来 喂 你好 请问店生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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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店生夫 姓陈 陈先生你好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是 我爸爸他们移民了过来 差不多整十年了 是 是 是 他们前一段时间就回流了一段时间 那中间下来会会都有回来的 是 那会不会对他的CPP 或者OH security 会有些什么影响呢 有的 其实如果他最基本就是要十年 十年 十年是连续住了十年 不可以说十年前一落落地 然后又回去了 然后又回来 十年之后又回来说我报到 那是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住足十年 他就会扣起你 其实你现在是不够的 你爸爸 他的十年期来计算是连续住满十年 但是如果你之前是住过一段时间 他就可以拉一场保短保回给你 但是如果你说只是来了十年 但是回流了回去 其实你的稅数不够 可能还可以说 留多一段日子才可以再申请 譬如说 就算你今年你的爸爸是65岁的时候 可能都不够资格 不如要等多他一两年住够十年 拉民这个期限 才可以再申请 好 明白 多谢你的来电 谢谢 拜拜 好了 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 亦都在这里拉了一次 多谢姐sir 上到我们活着点的访问 解答一下各位家庭观众的疑难 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 希望你可以再上到 来和大家讲下不同的题目 好了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 待会回来活着点再见 拜拜